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好的店铺都是可以在大促拉开优势,而在日常则稳不经营。按这个思路,从一整年来看,三月大促,八月大促,十一月双十一大促,黑五大促,圣诞大促,如果每次大促都做出效果,那么大促就像是长征路上的补给站。 假如一道大促就和别人拉开距离,想想都很美,因此做好三二八大促不容有失,做好这个月,才能展望下个月,稳步经营。 在之前我们讲了速卖通三百二十八攻略一,直通车与搜索优化那些事,所以今天接着这个话题来看看如何规划好三二八速卖通大促,以及在其他类似的大促举一反三。 一,大促报名,首先是产品的活动报名,及时报名,活动报名折扣要真实,需要有报点,报点就是有能够吸单,用于平台竞争的产品,报名产品多,有利于占据坑位,流量会比较充足,但折扣不能都过于平庸,多个重心产品搭配几个次产品,产品的折扣应具备层次,不同产品任务作用不同, 重心产品加大折扣需单,用于平台竞争,次重心产品设置普通折扣,用于占据坑位分配流量,第一,这样在产品分布比较有层次。 第二,不至于大部分产品都是亏损,有盈利点,是可以一直实施的策略,此次活动报名主要有限时限量和全店铺,大促广招以及大促会员,限时限量和全店铺都是要报名, 这个是无需强调的,没有报名产品在自然排名上会被其他产品压制,报名的产品都会加全,全店铺报名在预热期能有比较大的作用, 广张也是能报名,就尽量报名,报名产品有入选会场的资格,平台会有独立的流量导入,是需要争取的流量坑位之一,会员更需要重视,会员是平台新打法,不容忽略,值得一搏,会员的权重最大,能吸引A3、A4客户,报名时应尽量选择优势产品报名,能聚焦累积到更多的会员客户。 算是对平台资源的利用,相当于做出一定的让利,但能获取优质客户,需要重视,总结大醋的活动,应尽量报名,报名多个产品,利用平台的资源,折扣要真实有卖点,一旦抓住机会,产品更容易打爆。 2. 大醋造声室 大醋是3月28号,预热是3月21号,大醋全店铺活动,报名截止时间是3月15号,那么在大醋3月15号前,产品的上新都需要完成,这样才能报名上全店铺折扣。 2. 这样产品在预热期以及大醋期间,才能打标,加全发挥作用,同时布局好店铺的基础引流,利用好直通车,大量的撒网,占据更多的流量坑位,使店铺的收藏和购物车大量的增加。 2. 这就是一个丧失的过程,在预热期和大醋之前,让店铺处于良好的禁忌状态,那么当大醋流量来的时候,自然也就能都收获更多的流量和订单。 3. 那么大醋前的直通车投入必不可少,而且力度需要加大,才能看出效果。 3. 力度加大到明显看出店铺,GMV的产出好了,证明店铺处于一个良好的局势,以好的姿态和不好的姿态进入大醋。 3. 效果是明显不同的,毕竟店铺的日常就是大醋的演示,只是大醋是放大效果,若日常不好,预热期不好,但大醋当天想突然弯道超车,这种几率极低。 同时站外的引流同样需要重视,Inf, Zestbook,搭配YouTube视频,多种渠道一起引流,充足的流量能使店铺进入一个更高的行列。 在大醋期间更有机会分配的更多的流量,其中站外的YouTube视频,长期引流有助于建立品牌,有利于巩固客户心智对品牌的认知。 3. 大醋爆发,前期产品的报名,产品的上新,以及产品的引流布局,最终都是看大醋的效果,那么大醋期间就需要实现流量的承载以及转化。 首先是店铺装修,第一个是店铺首页海报的宣传,可以在装修市场选择经典的大醋版式进行设计。 这些装修模块都是经过筛选,问题不大,也能提高装修效率。 其次是价格,大醋前产品的折扣价格已经设定,那么大醋期间优惠卷加,购物卷加,满力减满建折的搭配,也同样非常重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